所以床的話我們只要注意 不要在熱的時候把它沖飽 然後要泄壓 然後最後就是萬一有濕的話要潮濕收納 正常使用的時候我們就會變長 然後萬一遇到修補的話不要補不好 我們就是可以用買這個品牌的腳踏色 我們目前用過強度最好的 塗上去你要修補的點 先做個記號找到洞做個記號 塗上去你要修補的點給它一點厚度 塗上一點厚度我們可以補兩次補兩層 就是要補給它一個厚度 蓋過你那個洞 然後黑光那個洞之後14小時乾掉 基本上就修補完成 那如果船補不好會整個裂掉 那就沒辦法救了 所以修補要買好的膠 然後用正確的方式等待正確的時間